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SMCI总算是出了ICU了 我们可以看到来到这里 SMCI盘后迎来利好 大涨接近40%股价 之前我们也讨论过 如果SMCI能找到新的审计师 去把财报给交上去了 把这些financial statements给补上的话 我们应该能见到SMCI 有可能再次的跑到30只上去的 现在就已经在29.81了 键盘中也是往上走了15.93 但是它的波动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SMCI来说的话 再次的是点燃了这一个希望 在盘后 那么主要这一个推动来说的话 就是有BDO USA 结果是BDO 我们本来在想四大行里面 那么还有谁会去接盘 这一个SMCI的摊子 结果发现这里还是有的 所以BDO是跑上去 作为了独立的审计师 所以SMCI也是配合BDO这一边 去做一个compliance plan 再次去符合NASDAQ刊登的 在交易所的这些规则 去符合这个规划 要提提交这个计划上去 所以这个能进一步完成的话 让我们可以看到NASDAQ 给出一个新的这个extension的话 那这一个涨幅呢 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保住了 那来到这里呢 我们如果去看SMCI的反弹的路线 来说的话呢 在盘中啊 之前我们在复盘的时候 讨论了23呢 是主要的一个支撑的点位 以前的支撑呢 是现在的压力 之前23这一边呢 是一个多重底部 在这一边 所以今天在盘中呢 就冲不过去 那盘中冲不过去怎么办呢 对 盘后交易量比较小的时候呢 可以看有没有这个利好 利好出来的话呢 就直接往上进一步的进攻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到了均线附近的啊 在这一边 主要的两个支撑和压力点位 来说的话呢 就是这个23是被收复了 所以明天 如果这一边是站上均线的话 就看均线能不能变成支撑了 我的均线正好是在29附近的 日线级别 再往上冲击的话呢 缺口下方是在38 这个离的有点远啊 但这一边也有个小缺口 这里的缺口上方是30.72左右 应该是下一个大的压力 同时也会配合一下均线 另外一边呢 就是补齐缺口在32左右 所以我会观察这一些走势 但是大家更加关心的 应该是英伟达 今天有这一个 Blackwell过热的这一个担忧呢 我们看到英伟达今天是盘中受挫的 但是最后来的一根 有点像中短线的这个K线啊 然后是收在140之上的 盘友有没有收益于SMCI呢 我们看到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受到这一个拖累啊 因为本来是担心 如果SMCI呢 真的退市的话 会影响 英伟达的这一个情绪面 但是我们来到 可以看到来到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这个是被挑高一下 到了140.45左右 今天齐全流向来说的话呢 英伟达和SMCI呢 盘中都走强的 但是特斯拉偏弱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 但是在尾盘呢 又再次起来了 所以一会儿我会去点评一下特斯拉最新的走势的 那么英伟达这里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呢 英伟达走的是一个上行隧道 而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隧道的下方呢 多次的是找到过反弹的 这里是第四次 基本上跑了 这里差一丢丢就接近了啊 所以如果这里这个上行隧道是有效的话 明天我们看一下在 英伟达周三盘后财报之前呢 能不能出现这一个冲高啊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进入这一次财报呢 主要的一个担心的地方 就是华尔街分析室这边啊 是纷纷的调高了 第三季度在这一个英伟达目标价格呢 在财报之前呢 都是调高了 所以大家会想以这个预期会不会有点高呢 但其实反观投资者的热度来说的话 感觉这一次财报就还好 因为主要的热度都摆在了特朗普交易上面 今天DJT盘中立好出来又直接飞上去啊 一会儿去讨论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个人最关注对于特朗普交易 现在来说的话呢 就是美国财长财政部长的这一个竞选人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华尔街见闻这一遍 今天都发了一个直接有这个内斗了 在Polly Market也就是外围市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啊下注比较最火的呢 是这个Kevin Warsh啊 有45%的几率会当选 另外啊一个热门候选人是啊 Scott Besson 然后有27%左右 Lutnik这一边应该是马哥 这也有发推文讨论过的 所以这个也上升到13%了 但现在暂时看起来是Kevin Warsh会当选啊 当然这个对啊大家也非常关心美债的这一个走势 特别是TMF TLT的这个影响 所以大家都在看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SMC刚闪了一下啊 盘后到了这一个30的 所以这一边还是在走这个冲高的 明天看一下英卫达能不能也同时的启动 开始做这个反弹波 说到半导体板块来说的话呢 今天AMD先提前启动了 但是也是冲高回落 毕竟RSI日线级别呢 还是在非常低的这个位置 所以容易冲高回落盘中的行情 现在恢复到39左右 前一天是在33的 但是盘中今天收盘还是涨得接近3% 这个算是比较悄悄涨的一个系列了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RSI呢 这一边是下来的 但是MACD没有创新低了啊 RSI虽然有继续的低下来 但MACD开始背离了 所以今天做了一个反弹 如果英伟达半导体那一边是走强的话 再配合SMCI情绪面带动下呢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板块 明天能不能进一步的冲高 好 回到大盘 今天来说的话呢 还是科技股去做了这一个反弹的 我们应该先看一下这个QQ 因为QQ上次我跟大家讨论过了 自2019年呢 基本上就没有见到连续6根红蜡烛 6连跌 所以今天确实反弹了 而且今天收盘的点位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是QQ500.02之上呢 把500大关呢 是守住盘后有点这一个下滑啊 就是要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把它稳住了 如果英伟达上去的话呢 这一个几率呢 是比较的高一点的 缺口的下方大的缺口呢 在503 上方补气缺口呢 QQ是508 这个就需要英伟达的财报过关了 如果我们去反看 反看这一个标普白指数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跟女大 也就是英伟达的这一个走势 非常的像 也是一个上行隧道 当然啊 英伟达那边有些不同的 因为英伟达已经到了隧道的下方了吗 所以来到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标普白指数呢 也是在走一个上行隧道的 如果英伟达财报能过关的话 相信就有机会进一步的往上啊 今天本来在想 昨天夜盘英伟达还可以的 但是这一个Blackwell过热的这个担忧呢 进一步的影响了情绪面 所以夜盘开始走弱 不过尾盘能保住140呢 还算是不错 就看明天了 不过明天是周二啊 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的 就是看恐慌指数了 恐慌指数日线级别反弹到了 军线的一个大的压力位置 所以看能不能被打压下去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空 因为是大选之后的 大选之后指数大大的跳高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恐慌指数是跳空的 那么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个水准了 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里的压力 能不能把恐慌指数给打压下去 已经有根K线呢 这一边是证明就是跑下来了嘛 如果是进一步往下跌破的话呢 这有利于大盘是进一步的冲高 为什么今天比特币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有点冲高回落的意思呢 这个昨天的视频解释过了啊 因为黄金呢 黄金在开始反盘了 所以看到比特币今天反应是一般般 但是盘中这一边是不是出了一点消息啊 在收盘前的一个小时 三点美东左右出了些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概念交易的 主要的这个一只股票DJT小股啊 当然他们是在跟另外的一个加密币的交易所呢 BKKT这一边呢 是在讨论去把它给 讨论去把它给收购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特朗普 特别是加密币概念这一边呢 做了一个冲高但回落了 通常周二加密币有的时候是会比较弱一点的 毕竟现在感觉这个hotmoney啊 这一个资金来说的话呢 有点去黄金那一边啊 跑过去抄底 这个昨天其实视频里面已经跟大家去讨论过了 因为这里出了一个啊 morningstar嘛 但是来到均线压力的时候呢 感觉就是在2650附近了 要比较小心被打压下去 在那个时候呢 黄金回落呢 就要去看了 哎是不是那个加密币会得到进一步的这一个加持 在这一边为什么最近黄金反弹呢 因为美元呢 总算是触顶 然后开始回落了 但是为什么美债收益率没有完全的掉下去呢 大家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呢 也开始回落了 MACD背离 RSI也背离了 所以即使指标呢 再告诉我们呢 这一边应该是能进一步下去的 而美债收益率总算下去的话呢 就会节缓一下最近小盘股遇到的这一个压力了 所以最后啊 这个美国财长财政部长呢 到底是花了谁家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 因为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现在热门的候选人Karen Walsh呢 是支持前美联储最年轻的一个理事啊 所以现在是主要的一个大热门 看一下能不能当选 之前本来是看好这一个Scott Bassett是担任的 因为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他也是之前的对冲基金经理的 而且在国家经济委员会 National Camera Council里面呢 也是有做这个主任的 可以看到川普呢 是偏向于这一个花街的这个精英啊 再次的去盛政 看一下这一个美国财政未来的这个走势 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啊 有很多讨论呢 在大选的时候呢 就是在讨论美国这一个36万亿 37万亿 每天在庞大的这一个赤字啊 所以这个发债呢 老包也说过非常多次 美联储主席宝瑞尔 讨论过非常多次呢 就是Unsustainable Path 也就是不能维持性的 这样子气血的发债下去啊 总有一个度 对吧 这个度感觉有点过了 所以看一下 这一次新任上去的财长 会不会在这一边呢 呃 带来这一方面交易概念的一个改变 但如果我们去看像TLT和TMF的走势呢 大家也会发现的 离前面的呃低位呢 非常的接近了 因为TMF有耗损嘛 所以没有拿出来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三倍呃做多 所以里面是有耗损的 但其实因为TMF如果你去看的话呢 已经起脚了 而且这里也放量了 底部放量了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到了这个bottoming process 去看一下这个底呢 能不能筑底成功了 然后开始做一个反弹波 为什么反弹波的时候 比较坑坑洼洼呢 因为呃之前呢 它掉下来的时候呢 对吧 这个技术纸 技术面呢 都是走坏了 二赛是在50之下 三四十附近的重用欲 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坑坑洼洼 直到呢 都把均线给收复了之后呢 开始呃 顺势而上呢 那就比较是操作来说的话 特别是在做多的话呢 就会简单啊 非常的多 所以到时候去看了 最近为什么 我们看xbi 啊 lab 也就是医疗 医疗股这一边呢 特别向你来都走弱 这个其实几天前 就已经出了这个消息 没有可以看到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记呢 是讨论啊 肖肯尼迪 担任了这个问生部长的 在这个消息面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生物科技股的反应的 连续的跌 放量 再往下去走 啊 xbi是什么 啊 xbi是那个 平时我们看的是LABU嘛 LABU 那么LABU呢 是三倍做多生物科技股 那么生物科技股的 那个指数是哪个呢 你可以看到 Spider S&P Biotech的 这个ETF呢 生物科技股的ETF 没耗损的那个呢 是xbi 当然ETF是有管理费的啊 但是主要看的就是这一个 如果你再去看 那个技术形态 所以这里跌下来 是不是也差不多 要止跌了呢 感觉有点像 为什么呢 二塞到30了 上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二塞到30这一遍呢 触底 然后就开始反弹了 这次日线级别也到了 所以有个Technical Bounce 技术性反弹呢 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就代表LABU 在未来几天应该是有机会的 所以到时候可以啊 关注一下 嗯 回到英伟达上面呢 这一次财报的主题啊 就是要去看这次SMCI 如果能啊 这一个渡过这一个难关 然后英伟达过热这个问题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也昨天也讨论了啊 需要SMCI的这一些液体冷却 当然啊 英伟达也有跟别的厂家去合作 在液体冷却方面 Liquid Cooling 像那个VRT 昨天讨论了啊 所以就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一个走势了 能不能就是进一步的恢复了 主要还是看 嗯 嗯 Blackwell 啊 Blackwell的这一个交付上面 嗯 分析师来说的话呢 都觉得明年春天之后 可能对英伟达比较的好 因为在那个时候 Blackwell会实现量产 也就是unwrap 所以4月份的时候呢 可能会走强 但近期来说 我们就看这个隧道呢 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反弹 英伟达再次的往150 155的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的 非常戏剧型的 如果这里开始往上反弹的话 隧道的上方在多少价位呢 说就是在155这一边啊 所以看一下财报 有没有可能性上去 嗯 当然如果啊 当然到时候 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去做直播 啊 周三盘后 约定大家一起来看 英伟达的啊 财报 如果大家有兴趣啊 去参加我的会员群的话呢 啊 二维码也是摆在了 Community Tab这一边啊 如果有兴趣 想咨询我的会员群的话 可以在这边扫码 进入微信群去咨询 谢谢大家对我频道的这个支持 好 回到DJT上面去啊 DJP今天是盘中突破的 那当时走的是一个 Falling Wedge 下行的这个锥形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他是 本来现在想 是不是要在这一边 才开始拉涨 但其实今天盘中呢 齐全已经有异动了 所以我在会员群啊 我有一个精英群啊 会员里面是有个精英群里面的 我是平时会把盘中看到的一些异动的去讨论的啊 我是美西的时间 所以这个是美东11点45吧 就是美西时间8点45 那当时看到DJT的期权呢 有一些这一个异动的 非常多的这个靠被买入 末日的28.5 所以就会去说一下 DJT主力上了 期权28.5看多 在那个时候呢 DJT的价格还没有完全飞啊 我们可以看到 之后呢 是往上进一步的这一个冲高的 因为在盘中呢 他还没有完全的起飞 当时还是在这里是一根红蜡烛的 之后呢 今天这个收盘之后呢 就进一步的往上冲击了啊 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冲上去之后呢 是到了32.78左右呢 去收盘 So that's going pretty good 所以传说中的期权异动呢 就是去找这一种 期权有波动 但是在盘中呢 震骨来说的话呢 他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也就是代表 今天在盘中可以看到的 DJT的走势是在往下在洗盘的 但是在后面呢 就突然放量 然后就起来了 所以那一边呢 是期权先出现异动 然后后面呢 股价会跟着动 这就是为什么 有不少人会去 不少投资者呢 喜欢去期权的这种screener 然后去找这一种异动呢 去提前预判 看有没有埋伏的机会 形态来说的话呢 这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个 W 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很漂亮的W 那为什么这里起飞呢 因为利好出来了 所以放量 所以就往上去走了 有时候形态都能出来 但你的形态 没有催化剂 没有catalyst 你是推不上去的 就比较 这一个困难一点 像今天我们看到量子计算 这一边呢 就峰回路转的 像IONQ 还有QBT 这两次量子计算 非常火的小股呢 今天都有大幅度的回挑 一来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英伟达 这是早一点的时候啊 英伟达的官网 这一边呢 是讨论了 加快这一个跟Google 在量子计算方面的设计 还有合作 但是这个是英伟达新闻 在官网啊 在英伟达官网上面 去发布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看到IONQ和QBT 都是有往下回调的 IONQ到了日线级别的均线呢 就做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 把这一个跌幅呢 是收窄的 这是股票非常小 就几十亿市值 大家要注意一下 要小心啊 因为在那个量子计算的领域里面呢 Google IBM呢 还是更加强的 而且是大的品牌的 也是主要的 像IONQ来说的话呢 他们是利用啊 像这一个Microsoft Azure Google的这一些平台 云平台呢 去让客户去用到自己的 这一个量子计算的 但是是直接的竞争的对手 所以跟Google跟IBM去比的话呢 肯定是比较吃亏的 毕竟人家的规模更加的大啊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Google和IBM呢 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去继续走强的 但是说实话 Google的营业 营利模式真的是比较的 希望还有进一步的这个进展啊 毕竟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一些利好来说的话呢 都挺不错的 但如果我们去看Google股票的 这一个反应的话呢 今天虽然有涨 但是就非常的一般般啊 幅度就没有这些小盘股呢 走得非常的强 Google确实是有往上去走的 但是就没有这一边走得这么的好了 另外一支是QBT啊 也就是D-Wave 这些都是量子计算里面比较火的 sorry太多支 太多支这一个量子计算的小股了 D-Wave是QBTS QBT呢 是另外一次量子计算的小股 但这一些都受挫了 在有关联的股票 大家也可以看到熟悉的名字 IBM IonQ还有微软 因为微软有Microsoft Azure 但是盘中IonQ反弹了一下呢 因为他也在自己的官网这一边呢 去讨论利用英伟达的Q2Q 这一个平台呢 去显示更加新的这个流程workflow 所以带动了一下这个概念 所以IonQ呢就反弹了 三个里面 其实我在 会员群里面 我们是9月12号的时候去讨论的吧 当时我去讨论这一个量子计算页 其实我在公众频道也讨论的 因为当时哈里斯在辩论的时候 一个主要的点 他就讨论的是Quantum Computing 所以当时就是说 蹭一下这个选举的热度 但是在选举之后 IonQ还继续的冲高 在9月12号这一边 我们去讨论像D-Wave IonQ的时候呢 他们都还在比较低的位置 如果我们去看像Ion 当然这里也讨论了 因为这些是初创的公司嘛 所以我在会员群里面 会去讨论这些公司有哪些点 但主要的肯定是大盘股嘛 IBM还有Google呢都是有 然后主要的这个收益的模式 当然量子计算是一个长线啊 这个饼还是比较的长线的一点 但是小盘股当时也会受益于 大盘之后一些这种的 选举行情嘛 和中间的 所以当时看了IonQ前的网红股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对象 那么9月12号我们去看一下啊 当时IonQ的价格是在多少 9月12号是在这一边 大约是这个位置 我刚刚在写的那篇文章 在这一边的 会员每周也会有两三次 一个半小时左右的 这个视频去讨论 详细的这个策略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扫一下这一个二维码啊 嗯在我的community tab这一边啊 社交的这一个tab上面 那就可以就找到 然后就可以入群去咨询一下 谢谢大家支持 好最后我们去看一下 特斯拉这一边的走势 嗯今天Tom Lee呢 也是说这一个川普交易呢 还是没有问题的 是继续去看好这一方面的 但是现在有点不确定性 因为就不知道这个财人部长 最后是花落谁家 到底是谁 肯定是很有影响的 大家也看到小肯定第一 上去的时候 医疗板块那一边呢 就基本上不是这么的理想了 所以特斯拉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因为马斯克现在是 被政治家的这个身份呢 去参加去讨论政治的 所以肯定是备受争议的 所以这也是特斯拉 现在操作上面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嗯昨天我们在复盘的时候 已经讨论了啊 他突破了之后呢 比较难过的 就是这个340附近的 这一个点位的 嗯sorry 345之上的 345到350左右 一个大的点位 我自己选的是345左右 大家也可以看昨天视频 去查证一下 我昨天留下的这个点位 嗯所以他要把这一个 关键的345呢 去进一步的突破 今天尾盘是留在了 啊336之上的 这个挺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边呢 12344跟下影线呢 都是啊撑住这个336的 所以这个重要的一个 转折点呢 是被收复了 明天就看能不能维持住了 盘后暂时在339啊 嗯然后如果走强冲高的话呢 就看345能不能突破 那下的话呢 就看一下到了3565 这一边附近350之上的时候呢 能不能总算突破双顶 对特斯拉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往下一个 三无日这一边 走12月中的时候呢 应该是挺不错的 但是中间肯定有坑坑洼洼的 毕竟马斯克的身份呢 是比较会收到这个争议的 因为还说到底的 不是议员嘛 也不是这个实际的一个政治家嘛 但是可以参政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现在是比较多 这一方面的这个讨论 这也会影响特斯拉继续往上冲的这一个后劲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们还是继续的观察一下 好以上就是今天复盘所有的内容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分享订阅点赞 我明天继续追记 周三的时候呢 会有英伟达财报的直播 电话会议呢 到时候我也会直接去做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还没有侨幸下铃铛的话 还在等什么 谢谢大家订阅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